- 哈喽,这里是赵磊的小视频,然后呢,前两天给我们的袜子的霍麻辣买了一件可爱的衣服,对,然后因为那天我在工作嘛,然后是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我们麻辣穿上了那套衣服,然后他一直跟我吐槽说,说麻辣的衣服太小了,穿不上,但是我买的是最大的号,给大家看一下。 好可爱,中间还有个兔子,然后这是麻辣的衣服,但是真的有一点点的小,适合我,OK,然后今天呢,我就来公司想给我们麻辣穿一下这件衣服,那接下来请出我们的麻辣。 小麻辣,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呦,我的天,太可爱了,OK,哎呦,别跑,别跑,别跑,怎么办,怎么办。 小麻辣,你那天是你一个人穿的啊,两个人 来来来来,穿衣服穿新衣服 小麻辣,拇匀啊,我现在说大小的衣服可以逐游 小麻辣, bloody烈啊,我现在回 ambush了 小麻辣的衣服, that's what they say 我中间的衣服,就算了 小麻辣的衣服,因为大小的衣服 小的衣服在哪里面啦,肯定是什么 小麻辣的衣服,现在自己可能会的话 自己要追来,你是说什么 小麻辣的衣服呢? 小薄,不轻,我也有空,不轻 小麻辣的衣服,宣服? 小薄,我的衣服在衣服,不行? 不讨厌 在我的眼中 我集散了 是我 是我 小羊 我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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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啊 我 是 我是 我 我 好像一个婴儿 好了好了 给他衣服穿上了 他刚刚去洗澡了 然后有一点点晕车 OK 好了 我给我们麻辣穿好了衣服 然后我的裤子现在绝了 绝了 我的裤子现在变成这样子了 一会儿去洗个宝 好了 今天的小Vlog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今天呢 麻辣也为了建我特地全装 全部装法 然后洗了个澡 回来的 然后因为他在车上有点晕车 所以他今天其实有点点的不舒服 但是他已经尽量的配合 我穿好了那一套的 我给他买的衣服 然后也想呼吁大家 如果自己身边有养小动物的话 一定要爱护和珍惜它 然后去保护它 OK 那今天的小Vlog就到此结束 然后我现在还要回家 晚上还要录东西 拜拜